另外呢,等於下一個範例的話 再來除了方法之外的話 我們也可以建一個什麼呢 建一個Exception 就是User 比如說我今天在這邊 底下建立一個Exception 那這個Exception是User的Exception Extend是什麼呢 Exception 繼承這個Exception 裡面的話呢,一樣可以 建立一個成員變數是Data 那這個Data裡面的話,我傳過來之後 另外也 複寫了什麼呢 GateMessage 因為我繼承的Exception 然後呢,我複寫了GateMessage 所以將來這個Message的話 我們會由這個地方出來 然後後面加上一個Data 那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我們也是用DebugMore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地方的話 我進來之後的話 我傳遞過來 那這個地方會跑一個回圈 當這個回圈0到 0到10以下加加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前幾次 都不會丟出 1的話不會 2不會3 到第5次的話 有沒有 第5的話呢 就會丟出什麼 制定的例外 那這個例外的話呢 因為我是 一個UserException 我繼承這個Exception 然後傳遞過來的話 有個5 數字 所以丟過來之後的話呢 從這個地方 我接收到這個Data 5然後丟給什麼呢 2 3 4 6 对